说人情冷暖 素食间百态 大家好 欢迎收听脆化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我叫高东 今年35岁 32岁之前 我是个小有财富的创二代 大学刚毕业就接管了爸爸的登剧场 同我爸的保守不同 接管工厂后 我从生产 设计 到营销 都大到阔斧地进行了升级 前两年效益虽然没有爸爸经营时那么好 但三年后 我用蒸蒸日上的销售额彻底说服了她 她提前退休 跟我妈过起了田园生活 那些年给我介绍女朋友的人很多 但我根本没时间谈恋爱 直到在酒吧偶遇了沈一诺 那是2012年4月的一天 我请一个客户去酒吧喝酒 就在我跟客户相谈圣欢时 一个女孩的一曲死了都要爱 听得我差点落泪 真的 她唱得比原唱还情感丰富 整个酒吧的气氛彻底燃了 结果唱歌的比听歌的还兴奋 边唱边海麦 谢谢老板 谢谢大家 今晚所有的酒水打八折 剩下的我买单 全场沸腾 掌声口哨声一浪高过一浪 一诺一诺 我们爱你 我硬生望去 只见台山的女孩 轻力秀气 有点像刚毕业的大学生 她的长相跟她的歌声 与做事风格出入很大 而这一眼让我有点沦陷 我特别好奇 出来唱歌是要赚钱的 可她还请要别人的课 那看着文文静静的外表下 得住着怎么样一个豪爽的灵魂 只要肯打听 人物背景很快就出了炉 水一诺 十年二十六岁 跟我同龄 出身书香门迪 妈妈是美院的老师 爸爸是古外科医生 她本人是化学博士 在画务所工作 虽然所学专业是化学 但爱好极为广泛 唱歌 跳舞 弹钢琴 潜水 滑雪 练瑜伽 说实话 这履历让我有点震惊 我是一个一毕业就被圈在工厂的小老板 天天想着如何把生意做大做强 让我爸刮目相看 但却有同龄人 活得如此潇洒 随心 随性 工作生活两不悟 这样的女孩 我在心里羡慕嫉妒爱了 如果能娶这样一个 有趣又会玩的女孩 那日子得有多美 追求伊诺的过程是费了点心思的 这里就不赘述了 她是前期书画里抚养大的 我也没有被爸妈穷养 总之 我们的恋爱谈的也算是势均力敌 而双方父母对于我们的结合也没有任何意义 2013年国庆节 我和伊诺结婚了 婚后的生活还算幸福美满 我工作依旧忙到几乎没时间生活 好在伊诺特别理解 也很心疼我 只要有时间 她就在家里给我做一顿可口的饭菜 偶尔周末有空 两人见缝插针地一起去唱歌逛逛街 或者宅在家里 看宅下来的电影 等我忙得不见人影时 伊诺也不抱怨 去酒吧唱歌 做瑜伽 帮朋友的短视频公司写剧本 总之 我永远不用担心她会过得无聊 而她也从来不跟我的事业吃醋 这样的婚姻 让我无比放心与开心 但我没想到 如此开放式的婚姻 也会有婆媳关系危机 女儿可可出生后 岳母还在上班 只能让我妈结束田园生活 过来帮忙看孩子 而且为了不让我妈太辛苦 我们也请了保姆 谁曾想 从前看对方 哪儿哪儿都顺眼地婆媳脸 同在一个屋檐下 会那么快地翻脸 我妈率先不满意的 是伊诺衣帽间里 那些衣服与包包 她甚至会趁伊诺不在的时候 用手机拍下那些物件 然后上网寻价 价格统计出来 我妈非常生气 以伊诺的收入 是断然买不起这些奢侈品的 她向我告状 真没想到 书香门递出来的女孩 也会啃老公 我一笑置之 男人赚钱 不就是给女人花的吗 再说 咱又不是没那个实力 不想这话 非但没安抚我妈 反而让她内心更失衡了 你爸辛辛苦苦 打下来的江山 就让你们霍霍 真是败家呀 为此我妈开启了哭穷模式 穿上N年前的衣服 还故意在伊诺面前念头 这件衣服呀 比你岁数都大 是不是挺好看 我这一包是年轻时 用你爸不穿的皮衣改的 你看 比你那一万多的LV还实用 偏偏呢 没心没肺的伊诺 根本听不出话外音 还心直口快地劝她 妈 赶紧把这些古董扔了吧 整个人穿得 跟从前解放一样 走 我一刻都看不下去了 现在都带你逛街去 我妈听了更是恼火 那还不是得刷我儿子的卡 伊诺依然看不出火候 对啊 她赚钱不给咱俩花给谁花 再加上可可 我们可是她生命里 最重要的三个女人 咱们使劲花 她才有动力症啊 花钱无度 是伊诺在我妈眼里的 第一宗罪 我妈几乎每天 都会给我打电话 或者是发微信 控诉她白家 我委婉地劝伊诺 买东西尽量别让我妈看见 老人家嘛 都比较节俭 但伊诺呢 根本没当回事 还教育我 既然赚钱了 就得保持消费道德 不然谁都不花钱 那咱还上哪赚钱去 不仅如此 在我妈眼里 伊诺的第二宗罪 是个没当妈的样子 又好几次 伊诺下班后 被酒吧请去救场子 一次两次之后 我妈很不高兴 跟我嘟囊 好人家的孩子 谁跑到那种地方 去卖唱 我也替伊诺解释 现在的酒吧 不是你想的那样 很文艺的 我妈 看跟我说没用 干脆在伊诺唱歌时 抱着孩子找上门去 当着众人的面 直接把可可扔给伊诺 头也不回地走了 而我那个傻媳妇呢 回来后 居然语重心长地 劝我妈说 妈 我那是在工作 你把孩子送去 合适吗 一听这话 我妈更来劲了 你也知道不合适啊 这个家少你吃 少你穿了 要你抛头露面的卖唱 伊诺说 妈 你这话太难听了 我妈也没示弱 是你做事太难看 我警告你 做么高家的儿媳 做可可的妈 就不能出去丢人现眼 伊诺丝毫不退让 妈 第一 我出去唱歌是乐趣 不是买唱 第二 我虽然是你家儿媳妇 是可可妈 但我首先是我自己 让我给你看孩子 你出去放飞自我 还这么理直气壮 谁给你的自信 我妈彻底怒了 伊诺丝毫不服软 妈 你如果内心失衡 也可以罢工 孩子有保姆 这之后 我妈真的甩手不给带玩了 而且每次提起伊诺 眼角眉梢都是不满 偶尔趁伊诺上班时 她偷偷地来家里看可可 来一次跟我投诉一次 保姆说 伊诺新买的那张画过万了 一张都不知道画子是啥的画 花上万块 这个家早晚得让她败光 还有 家里又添了那么多餐具 儿子 我是真心疼你 没白没黑的转 那个败家的没完没了的买 那时候生意顺风顺水 我对伊诺花钱从不过问 因为她买的东西我也很喜欢 就拿那套刚入的餐具来说 无论是样式还是手感 用起来都很有幸福感 但我还是很会做家庭饼干的 对我妈的抱怨我喜而恭听 但从不向伊诺传话 而伊诺呢 每天好玩的事情太多 所以对那些不开心的事也不记仇 跟我妈见面 该说说 该笑笑 该买买 只是没想到 公司会因为设计师抄袭热上官司 不但赔了钱 还丢了不少订单 创业如抽丝 但破产却如山倒 几乎一夜之间 我就从小腹变成了赤贫 就连现有住房 也要被强制执行 我爸急得睡不着觉 我妈当着全家人的面 甩锅给伊诺 说都是她的不会过日子 败了这个家 就在全家人都焦头烂额 伊诺却依旧云淡风轻 人生哪能一帆风顺 老公 我相信你一定会东山再起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次 就当花钱买经验教训了 听了伊诺的话 我本来万分沮丧的心 顿时安定了许多 可是我妈一听这话 立马又炸了 要不是你那么败家 我儿子用得着 那么急功近利的 做上新项目吗 我和你爸奋斗了几十年 你家家门不到两年 就把家给败光了 现在我们家没钱了 你赶紧找有钱的下家去吧 我们家庙小 放不下你这尊大佛 我妈的话越说越难听 我赶紧让她和我爸回家休息 然后又安慰伊诺 我妈也是着急 她的话你别放在心上 伊诺的回答 让我差点落泪 我懂 你放心 都这个时候了 不能再让家里起内混 房子被强制拍卖后 我俩本可以去 双方父母的任何一个家里住 但伊诺谁家也不去 而是选择了租房 她不想回到父母身边 让我看他们的脸色与叹息 她说 越是逆境的时候 越得保持心气 心气不到 你就是东山 而接下来 等等两年时间 我家基本全靠伊诺的收入生活 她白天上班 晚上去酒吧唱歌 周末去当瑜伽教练 从前是因为爱好 现在是为了赚钱 我们俩每赚一点钱 就全部投到我新建的工厂里 最拙金剑肘的时候 我不忍看着伊诺那么辛苦 想随便找个地方上班养家 但伊诺不肯 她说 夫妻就应该共患难 早晚有一天 这段同甘共苦的日子 会成为咱俩最美好的回忆 也是那段日子 让我彻底了解了伊诺的心胸 从前一直觉得 她是被复养的公主 不知柴米贵 大大咧咧 经历这么多事 我知道 她是个内心有乾坤的女人 2017年8月 我的新工厂刚刚投产 尚未有任何效益时 我爸昏然病倒 肺癌 爸妈原本打算瞒着我们 他们年纪大了 帮不上我们的忙 也不想再给我们添麻烦 是伊诺 从我爸的脸色和食量里 看出了端倪 他刨根问底 最后我爸的病情终于瞒不住了 伊诺当即给当岳父母 打电话 让他帮忙联系病床 但我爸却拒绝住院 他说 家里没钱了 治病就得卖房子 这可是学区房 是留给孙女的 是伊诺的一句话 把爸妈的心结全解了 他说 爸 你们想把这房子 留给可可有两个原因 一是爷爷奶奶对孙女的心意 二是怕什么东西都不留给我们 我们凭什么给你们养老 可是站在我和高东的角度想想 因为一套房子 没了爸爸 那么以后 在这房子里 能睡得着吗 再说了 我们让你用命 给可可可保留一套房子 就算他将来成了学霸 也有什么意义 房子该卖的卖 咱们能筹钱的时候 就绝不跟别人借 不然永永矮了人家几分 不容任何反驳 伊诺就这样斩钉截铁的 把这件事定了 我妈听了这番话 当场就哭了 伊诺 妈从前那样对你 妈 对不起你 伊诺呵呵一笑 妈 都过去的事了 谁还记得 人呐 好日子时就好过 苦日子时就往好了过 会好起来的 望着那样的伊诺 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只觉得上辈子 拯救了人人何系 房子就这样卖了 爸爸也紧罗密鼓着 做了手术 那天岳父母 把我和伊诺叫到一起 问我们 卖房子的事 为什么不说一声 我们手头还有些钱 帮忙凑凑 总不至于卖房子吧 伊诺坦然回答 我和高东是成年儿 成年人最大的自律 就是不肯老 自己能解决的事情 就不能麻烦别人 爸妈也成外人了 岳母说着 眼泪就要掉下来 我赶紧道歉 妈 让伊诺跟着我吃苦了 对不起 谁知此时伊诺实力护肤 过日子本来就是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没什么大不了 然后他嬉皮笑脸的 对父母说 把你们的钱 给捂好了啊 别给我们 我最怕的就是 花了你们的钱 让我老公在你们面前 抬不起头来 那一刻我很确定 我爱伊诺 远不及他爱我 那么深刻 宽广 大气 他骨子里的尊严 与贵气 让我内心很是振奋 爸爸出院后 我们一家子五口 窝居在 两居室的小房子里 伊诺每天回来 都会带一束花 认真地插好 放在爸妈房间里 有时是买的 有时是他在酒吧 唱歌时 客人送的 家还是原来的家 但因为 每天都不重样的花 每个人心里 都怀着一份 欣欣向荣 变化最大的 还有我妈 从前对伊诺买餐具的事情 深恶痛绝 如今 不同的菜系 也学得搭配 不同的盘子 并且还自创了 一句名言 日子可以简单 但心不能简陋 伊诺听了 连图带文的 发了朋友圈 还不忘著名处处 语出婆婆 看着眼前的一切 我甚至有点感激 人生中 这场巨大的变故 它虽然 让我的生活 从古风 跌至谷底 但对于全家人来说 这是最好的考验 与教育 更是一次精神升级 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 伊诺 使她的临危不惧 和不抱怨 让我们都变得 不慌张 有底气 那天伊诺不在家 我妈跟我聊天 她说 我原以为 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难临头 各自飞 尤其是像伊诺 那样的公主 还不得跑得比谁快 真没想到 她既会享福 也能吃苦 所以 你一定要好好珍惜 我笑着对她说 嗯 放心吧 我一直都挺珍惜的 如今我这工厂呢 已小有规模 两家糊口 还算绰绰有余 看着女儿一天 比一天长大 我经常感慨 女孩子 为什么要抚养 我在伊诺身上 找到了答案 真正的公主 在任何境地 都从容不迫 方寸自修 这样的女孩 是打不败的 而把这样的女孩 娶回家 无论是 居漏市 还是住豪宅 都是风水宝地 所以 我也要 抚养女儿 希望她长大后 她可以像她妈妈那样 自信 从容 有格局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 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 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